這個函數,假設我今天我是銀行人員,每一次計算完之後,我希望怎麼樣?把它記下來 因為這個可以當成是一個記錄,比如說我幫某個客戶運計算過幾種,篩選過幾種,比對過之後的話 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它記錄下來,所以我會希望每一次都直接在這邊填,感覺其實不是很方便 如果最好是怎麼樣?可以有個錶單,這個錶單的話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反正看到什麼填上什麼絕對不會有錯 當我填完資料之後,它可以幫我把它記錄下來,也就是計算完畢之後的結果可以幫我填到底下的這個地方 那當然第一次填的話,一定是裡面沒有資料,那這邊的話,等一下各位可能需要建立的就是說 第一個,先在B欄的地方做一個簡單的練習,這個練習的話就是說,旁邊這個B欄,那A欄的部分是 總共會有幾個,A欄的部分總共會有一個是貸款金額多少錢,然後利息多少 如果是期數,然後年數,再來是期數 最後呢,計算出每月因角的利息金額 那最後的話呢,會有一個利息總額,那所謂利息總額就是說 利息總額應該怎麼計算呢? 其實利息總額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這個每月角的 金額對不對,再乘上幾期呢?乘上240期,就是你總共繳多少錢 那總共繳多少錢的時候,再減掉哪一個呢? 在減掉什麼呢? 減掉那個貸款金額 那不就是你總共利息 繳了多少利息一次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計算的公式,我大概知道之後,我們來算一下 這個總共利息總額 那第一個就是說呢,我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也就是說,把這個應該是把B5,對不對?乘上 我繳了240期,對不對? 再減掉什麼呢? B5乘上240之後呢,再減掉 總共貸款金額 那這邊按打勾之後的話 就是你總共利息繳多少錢 所以這樣的公式大概了解 那這個公式在Excel函數裡面 可是我們今天要把這樣的一個公式 轉換在到VBA裡面 轉換到VBA裡面該怎麼做 所以這裡的話,第一個動作是 稍微了解一下這個地方的 這個計算 那請各位先在 這邊稍微記一下,就是這邊有總共會有 A1到A6 這裡面相關的欄位名稱稍微記一下 那等一下,我應該畫面上面也會有這個 我大概記一下 然後呢,主要 是把這兩個計算出來 就是 這個一個是 每月應該繳的金額為多少 還有呢,利息總額為多少 這部分稍微把它記 這個兩個是 各位要去計算的 那如果說呢,今天 上面的貸款金額如果變更的話 比如說 貸款金額400萬 大概每一個月要繳2萬多塊 不過現在如果房貸 400多萬應該是在台北買不到房子 各位可以出去外面隨便看一下 看那個 隨便貼出來都是 兩三千萬起跳 那個都是 一個 不要說兩三千 假如說我今天是買個1000萬的房子好了 不是1000 貸個1000萬好了 貸個1000萬 那我每個月應該繳多少錢 如果我的利息是3.5的話 一個月要5萬7千多塊 不過應該如果是首購的話 應該現在 銀行 不會那麼高 不過大概也要個 2%以上 所以要2%以下 所以大概2%好了 比如說2% 安打過之後 也還要5萬塊 所以如果帶個 1000萬 買個 可能在台北只能買一個 小套房 多謝 3% 5% 3% 4% 4% 3% 5% 4% 4% 谢谢大家